太小了 你把这东西吃 你还知道什么叫地上龙肉 龙肉浮的 我觉得这下才吃到了 保定驴肉的精华 兄弟们 在保定你要是不把驴肉吃透了 我跟你说 你白来 驴肉大概率应该是最好吃的肉 那要不为啥说天上熔肉 地下驴肉呢 最好喝得您老师啥 对我来说那肯定是白酒 那咱今天晚上白酒配驴肉 走 我去兄弟们 这店够大呀 隔壁就是看烟酒 这俩配对的啊 兄弟们 先来半斤肉 馄饨面 他家照片 哇 现烤的饼 这很讲究 哎呀 这不烫吗师傅 习惯了 哦 这样 每一家的东西还都不一样 啊 众你们看 这全是驴身上的东西 这个火烧很酥呀 这会干什么酥的 太好了 切半斤肉 回家收点的 你算怎么好吃 来个板肠火烧 来个肉 再来个焖子 焖子少来点吧 这焖子也是宝丁子的特色 太过瘾了 咱们坐外头再去买个酒 这间酒店 本地人喝什么酒啊老板 杨河是吧 我看 有那个海志兰吗 来上一瓶 133 行谢谢你啊 太幸福了 人们讲了 雨过天晴 咱喝吧海志兰 杨河 杜树低 适合配着驴肿 杯子有吗 帮我拿一个吧 我忍不住杯子 兄弟们先来一下 太好喝了 关键是我也想喝 少喝了 来 看这顿如何 舒服不舒服 这是板肠的 兄弟们 看 我先干你口 真不用去那网红店 保定随便找一家店都很好吃 太香了 你把这东西吃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 鸡上红肉 比这两天吃的那几家店都好吃 为什么本地的是这种小圆饼 成条是合肩火烧 保定是圆火烧 别口沾驴肉 没说半斤驴肉 五六十块钱还行 这肉到嘴里边 走得真香 红肉糊的 焖子 这是驴肉汤和淀粉炖 我发现这是个宝藏店 是真的都让我吃 焖子特别香 绝对是那驴汤做的 他们家特色驴肉和馄饨 这什么馅儿叫 酒菜肉馅 这馄饨真经典 怪不得把这馄饨打到招牌上 真不是随便打的 这么吃 超优质 我觉得这家才吃到的保定驴肉的精华 老展就是废蒜 讲究吃蒜 蒜剥好往这肉上一放 兄弟们 一口罗一口蒜 你都不管了 这家是目前我在保定吃的最爽的 免费小菜各位 我火烧要少了 意犹未借 煮菜肉 我觉得我还得来一个火烧 单独来火烧多少钱 能够来一个呗 我这两天吃的最好的就是你们家 来那个火烧 别看他小 挺挺 真烫 我不知道这家咋夹的 一定要夹这肥的 把焖子也夹上 店里边辣椒 来 咱这超好饭 再来点 吃了这么几台没见过这么好饭 这皮子吃肥的 今儿一天这驴主能吃一斤 一定要吃到这种鸡油的状态 才算吃地道的 来来来 最后一口最后一口 不能胜 哎呦 他养鱼了 他养鱼了